《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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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早上好 我们今天一起确认我们主日文刚长老给我们的信息 当然他说了很多 但是我们总而来说我们真的要认识 我们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 各位 我们人对能力的观念有很大的误解 我们常常就是把能力认为是在外在 在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那种能力特别吸引我们 好像风 海浪 所以这类的 我们主耶稣行的神迹非常吸引人 要不然就是好像身体的病得医治 或者有一些神迹奇事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发现很多的人 他们找这个鬼神的时候 都是被这种能力吸引的 有时候到这边去 就讲这样的神很有力量 能够给人医病 那个神很灵 很有能力 能够给人事事顺利 工作顺利 人堕落之后都是被这种外在的能力 外在的现象特别被吸引 但是我们有没有问过 这种能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 这种能力的确有时候 改变了我们外在的一些环境 或者情况 但是我们人的心 仍旧是留在那种无助 无能 无知的光景 比如说当一个人病 他得医治了 可能很袭击般的 我好了 但是过后 他还是继续很害怕 又会得病 有些人得到好的工作 去了之后 继续会担心前景 或者跟同事 很多的人事的问题 工作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求神拜佛的人 他们求孩子平平安安 但是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能够养育他们 其实你看到那个外在的环境 有稍微的改变之后 其实人马上又进入 另一种惧怕无能 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外在的 刚才我所讲的那种不是能力 我们都知道人堕落之后 都屈服在这个环境之下 原来他应该管理治理的万有 现在他好像屈服在当中 没有办法摆脱环境现实给他的瑕疵 没有钱就担心 身体有病就无助 环境有一点改变 听到打仗的风声就有一点不安 但是各位 我再说 刚刚我所讲的那种外在的能力 的确很多人都追求 但是跟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环境情况改变了 但是那个本质还是一样的 动不动无助 惧怕 不安 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一个人继续追求这种的能力 其实你会发现他是越来越无知 越来越无能 所以那些常常去教会追求神迹奇事 每次看到牧师传道动不动 就抓他们来给我按手祷告这样的人 你看到他们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奇怪 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没有能力 不懂得靠主 只有懂得靠人 所以我们会清楚知道 这种外在现象的能力 是不能用来继续吸引人 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继续追求的事情 另外当人慢慢就开始理解了 环境情况的这些能力不是真能力 只有稍微改变一点 刺激人一下 之后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人就很聪明 他慢慢就发现了 其实我们人不能依靠这些外在的 我们要依靠内在的 所以他就开始认为 能力是我们心里要有能力 所以要有胜算 要有把握 心里要有盼望 所以无论怎样的问题来到 我们才能够应付 克服 不动摇 他讲的是这样 但是不动摇的根基是什么 他不懂 他只有懂得进到里面去修炼修行 只有懂说 我们要怎样往正面 往积极方面来想 所以这是成为了一种宗教思想 一种内在修行 所以很多的宗教都是讲说 有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里面的塑造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 人就不喜欢说 这个是什么宗教 你有什么宗教 我有什么宗教 所以他就把宗教的色彩拿掉 就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积极的思想 一种正能量的学说 所以他们就说整个宇宙都是能量 有正能量 有负能量 对不对 所以你想正面的东西就正能量 你想负面的就负能量 你整天说我真倒霉啊 真的倒霉的事就来到你 你整天说这个不是问题 是机会 你后来就看出一条路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世界 现代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从你自己调整自己的心境 你能够好像有一股能力 然后心里产生着一种盼望 一种积极感 所以人就慢慢 就越来越往这个内在 自己里面走去 然后再继续发展出来的时候 他就掺杂了人的一些美德 将一些道德修养放进去 就说什么是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有正能量的人 我们能够给人能量 正能量 对不对 我们有谦卑 平易近人 这个就是能力 我们懂得爱人 尊敬人 这就是能力 我们要懂得感恩 那个恩典是谁给的不懂 只有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回报给人 对不对 这个就是能力 Fusal Empower 对不对 做生意 做经理的人 做老师的人都被抓去 参加这种什么研讨会 还是什么 学这些东西 听起来我跟你们想 句句都好像福音一样 只是没有什么 只是没有基督 没有上帝 所以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 靠人自己的善意 靠人自己的决心 的这种道理 其实这种能力 是离开上帝的能力 离开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 更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依靠人为本 靠自己为本 这是很微妙的 将人自己崇高起来 这也是现今世界 现在最相信的能力来的 各位不要误解 我并不是说 这种环境情况的能力不重要 人在疾病问题当中无助 对不对 这些是 的确我们环境情况 在当中受压的人 所以我们基督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医病赶鬼 真的是给人得释放 他也显出 他怎么叫风浪平静 有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 你要知道 这是在上帝 基督的主权行出来的事 并不是叫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去追求这种能力 另外 你要知道的 基督也愿意我们爱人 尊敬人 谦卑 但是这一切都是借着我们顺服基督 效法基督而来的 以致我们所做出来才能高举基督 那不是我们自己领悟出来 发掘出来的一种能力 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是人 你是罪人 你有多少能耐 你有多少爱心 所以这些 发明这些正能量学说的人 其实真的是一种敌基督的思想 敌基督的势力来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当基督的能力真正显明出来的时候 各位 世人是不喜欢的 你要问你自己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基督所显现的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看 《马太福音》第八章在这个地方 第28节的时候 各位 我们之前看到什么事情 之前看到我们主耶稣平息风浪的事情 然后门徒 啪的半时 主啊 我们快没命了 主就起来赤着风浪 然后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 为什么胆怯 然后叫风浪停止之后 大家都稀奇 对不对 稀奇这个能力 但是他们更稀奇的是 他到底是谁 连风浪都听从他 所以各位 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 你要记得 信心不是你自己的一种自信心 I'm very confident 我相信一定会好的 情况一定会解决 不是 当圣经讲信心 你的信心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小心 这个信是有对象的 那个信 不是只有信风浪会平行 那也是信创造宇宙万有 创造风浪 创造一切的那位上帝 就是我们主基督了 各位了解吗 所以这一点是各位要弄清楚 所以现在基督在彰显祂的能力 他来的时候 他知道人在罪中变成无能 无能也加上无知 随便去找能力 不知道真正的能力哪里 所以他要显明自己的时候 所以他很多的神迹 奇事异能 他醒出来 这个风浪平息之后 这是显给使徒看的 后来现在又另外 马上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主耶稣就是遇到被鬼附的人 怎么把鬼赶出来的 这个能力也彰显出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 第28节 耶稣基督到那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这里都是外邦人的地方 只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从坟营出来 迎着他 你们都知道被鬼 鬼都是喜欢跟死人在一起的 这个死人的地方 黑暗的地方 绝望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 在那边旅行 所以他扶着的两个人 就是把他们天天带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他们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各位 这个被鬼附的人不但是他们自己 鬼附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捆绑那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 对不对 也被捆绑的人有一种能力 就是带给周围的人惧怕 对不对 所以何等的凶猛 没有人敢靠近 所以凶猛也是一种能力来的 对不对 我们会知道 然后甚至没有人从那条过去 他们二十九节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他们一眼就看得出 这是灵里面的事情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吃死 鬼就要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鬼是其实不想跟耶稣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我们主耶稣到的地方是光到黑暗的地方 所以黑暗一定会被赶住的 所以鬼也知道 所以鬼就这样说的时候 耶稣说 去吧 鬼就出来 进入猪群 全群忽然创下三崖 头在海里淹死了 各位 被鬼折磨的猪都不想活 何况是人 各位明白吗 所以人 就是被鬼捆绑的时候 真的人不像人 然后这里放猪的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和被鬼斧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就要求祂离开他们的境界 各位 我要给各位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基督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特别遇到两个被鬼斧的人 一生被鬼折磨 不但他们心灵的整个光景 他们肉身的光景也是这样被捆绑着 主借着他的大能大力 就释放他们 但是很奇怪 这里众人拒绝他们 他们不认识这样的能力 也不愿意要这样的能力 我告诉各位 今天也一样 今天也一样 当基督真正的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并非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代价 对不对 这些猪全部 没有了 死掉了 淹死了 有代价 今天我们可能去教会 我们看到很多人为耶稣欢呼鼓掌 为什么 都是因为他们自己要从耶稣要得到有一些的好处 找到好工作 孩子顺利 很多的好事 所以给耶稣鼓掌 但是当神真正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 那时候很奇妙 人开始发现有代价来了 要死掉自己 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那时候要等神的时间表 有时候要为家人的刚硬 要忍耐 对不对 他们刚硬的 只要为他们祷告 有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这样的光景的时候 人就不愿意 不太愿意了 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看到的光景 也是今天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主耶稣把被鬼扶的人身上的鬼赶出来 他们要求 离开我们 原来他们不认识基督的能力 所以他们被另一种能力捆绑 什么能力 贪心的能力 虚荣的能力 物质的能力 魔鬼都是用这些来捆绑人 有些人在教会听到很喜欢 一讲到钱 讲到奉献就不太喜欢 有些人叫他们来聚会 牧师我来 你孩子也来聚会 我孩子要休息 他读书很忙 工作很忙 很多父母亲的 心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发现 不是要求自己孩子们 我蒙恩就好 牧师讲的 我蒙恩家庭蒙恩 你蒙恩就不叫孩子来蒙恩 奇怪对不对 所以全部都是合理性的信仰 按自己的意思 是自己方便的信仰来 所以今天 各位 为什么这处经文 一样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 到底基督真正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我们一起翻到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保罗他讲到基督的大能的时候 第三章 他怎么说 他说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 各位 在十节讲到基督的大能 要晓得基督的复活的大能 各位我们很喜欢这句话 我们就说 晓得基督复活大能 就是一种呼风唤雨的能力 叫我得生有余的能力 成功的能力 什么呢 人都是往这个地方想的 新生活 新人生 不再有问题 不再有悲伤 每次这样讲 这个东西 但是各位 这个能力圣经说是什么 你要读下去 晓得他复活的能力的下一句话是什么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死 这个很奇怪 这句话 为什么要晓得和他一同死 一同受苦 这个受苦 这个字是在复活的大能之后讲的 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下面才有从死里复活的 没有死 没有复活的 我跟各位说 整个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就在死这个东西 今天教会里面一直讲复活复活的 没有把死讲清楚 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 你没有舍弃自己 你怎么得到新的生命 你新酒怎么装在旧皮带 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什么叫死 我们基督来 他上十字架 我们说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十字架是得胜 但是文刚长老在主日的时候 他忽然间讲到十字架的软弱 保罗也讲到十字架的软弱 你们有没有问过 没有这个十字架的软弱 就不会有十字架的能力彰显出来了 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十字架有软弱 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 他要听从父 这个叫十字架了 完全听从他以至于死 第一个亚当是不听从上帝的 他是第二个亚当 他要听从父的时候 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是很软弱 他要把自己交给罪人 被世人凌辱 被世人杀害 对这个光景的时候 我们看过十字架很软弱 这个软弱的样 但是你要知道 他完成了父的旨意之后 上帝把他升为至高 在万民之上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软弱 原来里面隐藏着最大的能力 那个全然顺服上帝的 最后上帝一切的全能 借着他的生命 完全彰显出来 各位了解吗 所以这个十字架的软弱 其实现在好像要显明给众圣徒 你们了解吗 十字架的软弱 你们了解吗 与他一同受苦 你们了解什么叫效法他的死吗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走顺服的路 我们要更重处 我们舍弃自己 我们轻看世界的东西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甚至这样做了 像保罗这样 被人打 用石头打他 夹弟兄害他 教会的弟兄也误解他 很多很多的苦难在他的身上 身上也一根刺 然后他说 我要夸耀我的软弱 因为我夸耀我的软弱的时候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大家不太了解这句话 大家看他这个样子的时候 谁还要信 为什么信耶稣信到这个样子 谁还要信 很羞辱 很软弱 我们都要信的时候要健康 有能力 有成功 有兴盛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保罗在这个苦难当中 靠着基督的能力复辟他 他每一步顺服主 他顺服主的时候 也顺服主给他的环境 那个环境里面 他怎么在那个环境受逼迫的时候 顺服主圣灵给他能力 继续见证主 所以他写的东西真的是流传下来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你怎样 人都是受成功的东西才要信 你好像受苦的东西谁要信 除非他信真的是事实 他所信的真的是真理 你们了解吗 所以那个十字架软弱 所以我们有时候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 各位你要知道 只有那个目的 只有那个理由 有时候我跟各位说 我就带着孩子 三个孩子去宣教的 很多人看到主母说 主母是 你真猛恩啊 你的家庭真猛恩啊 你三个孩子真猛恩啊 真好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很好 我心里面想 就是有一个荣光还是什么 其实我跟他们说 我三个孩子跟你们一样 你们的孩子一样 一般 他们学习也一般 他们也是跟一般的孩子一样 有惰性 有不听话 我有时教他们也教到半死 我说主母是不是呼风唤雨 每次拯救罪人 拯救什么 我说拯救罪人 有时候我孩子犯罪的 我要救他都救不出来 神要他等就是要等 要他背逆就是背逆 还是要等那个东西 我跟你们说 但是我跟你们说 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 这个孩子是神帮助我教的 因为这个孩子我在教他的过程当中 安慰了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他们是很普通的孩子 你们不要以为特别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信耶稣 什么样样都好 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都得到的话 各位谁还要信耶稣 谁来信耶稣不是真信耶稣的 他们是信耶稣 能够给他的那个东西 他们还没有遇见真神 所以我跟各位说 在我们信仰生活的道路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喜乐 很多蒙恩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有十字架的路 我们也有要走的过程 这是绝对的 但是这个一边 我们有时候 上帝给我们新圣的时候 我们让外邦人看 这是我们跟从主 主是信实的 绝对帮助 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 还是一直长年累夜的 那个苦楚里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 让信徒们得到安慰 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要灰心 对不对 因为这只是短暂的 自战自轻的东西 要换取极重无比的荣耀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又彰显出十字架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又彰显出十字架的软弱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但是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要高举基督的 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我跟各位说 你没有听真福音 你不会理解 保罗现在讲的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刚强 为什么保罗讲这样的话 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人叫常常刚强 常常靠主恩刚强 对不对 他说我要夸耀我的软弱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来到基督神明 我们当中有一些不在我们的教会 有些刚刚来不久 我跟各位说我们教会没什么的 连这个地方你看的都不是我们的 有一次在视频有一个姐妹在美国看我们的视频 她讲 牧师我第一次在你们受洗的时候 看到你们 因为他们这边也拍 那边也拍 看到你们整个的会堂 然后她吓一句话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我吓了一跳 我还不知道你们的会堂这么简陋 我听你们讲会很简陋 我听你们都觉得很好了 原来她是美国的 因为我一去美国 美国的教堂美的不得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层面 八米 九米 然后十字架这么大 会堂这么大 比这个四五倍 但是做不到三十个人 就是这样 会堂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还不够地方 还挤还什么 这样 对不对 然后每次我们来的地方就是过一下子弄到肮脏脏 没有几年就肮脏脏 就是无论夹钢筋都会弄脏 因为有小孩有什么 对不对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基督生命堂了 这就是主的教会了 这就是一个真实主的教会 不夸耀外在的条件 只有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由上帝的道 由每个礼拜相聚的喜乐 一周一周这样 彼此担当彼此的重担 然后这个当而我们也看到你的软弱 如果他的不是都会看到 的确 但是为什么还能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彼此受伤完之后还在一个教会 有些人受伤就走人了 对不对 还在一个教会 为什么 因为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福音的缘故 我们在这个地方疗伤 对不对 然后再一次得帮助 得扶持 再一次回复 再一次跟从主 这个就是基督所带领的团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愿各位真了解 什么叫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 教你们与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活者能得已与祂一同复活 把死而复活的那个名证 那个能力 彰显出 让世人看得见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用祢的道勉励我们 教我们清楚的认识主的能力 主 很多时候我们太误解了 很多时候主 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欲望来到祢面前 求祢怜悯我们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主 教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祢的道的时候 教我们重新得力 教我们心意更新 教我们渴慕 效法我们的主基督 像祢一样 来到地上完全的听从父 以至死在死里复活 父把祢升到至高 所以今天主把这个的形象 这个的榜样 就显明给我们 教我们圣徒不是活在假象 不是到教会来 来追求自己的东西 乃是来到教会 死去自己 要与祢一同复活 求祢帮助我们众人 让我们真认识 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精神 祝福这里所有听到的人 祝福在网络上 所有一起领受 让今天的道 能够安慰众人 坚强众人 也不管我们在这样的软弱的过程当中 让那个过程 我们跟主一起走 我们信靠主而度过的时候 那个过程是主看为荣耀的 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